音樂 到機場了 我今天要見到Nina本人了 其實一開始呢 接到電話說 閨蜜來邀請我 然後呢說有一個 我的小歌迷 想要跟我一起去旅行的時候呢 對Nina這個印象 就是我還想說 Nina是誰 結果後來馬上去搜尋了以後 就發現好眼熟 才知道原來她是大學生的班底 算是呢 在超級不熟的狀態下呢 還有一點小小的連結 讓我呢 比較安心一點了 第一次看到我這麼緊張的 站在機場 因為呢 一開始我經紀人問我說 來閨蜜要找誰 我就想說 沒想到 閨蜜來旅行 真的幫我找到了一個 我很喜歡的偶像 所以我現在非常非常緊張 所以我很怕 就是 她會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因為我現在也要說 聽不懂我在說什麼了 好緊張 我本來是在幻想 我希望我可以看到她 然後是很大方 然後很熱情的 就是媽咪我喜歡你很久了 然後就是擁抱 但是我忘記我這個人 其實是非常的內向 所以我那時候一到機場 我甚至不敢看她 就整個很緊張 想說完了 其實越南呢 我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吃 因為之前呢 我出外景的時候 跟越南這個地方曾經擦身而過 但聽說呢 越南的美食是很棒的 所以我很期待去越南吃好吃的 那如果說這趟旅行 有什麼擔憂的話呢 就 當然就是因為跟妮娜 我們兩個完全不認識嘛 然後兩個人要一起旅行 還是想說還要一起做節目 有一點小忐忑 會不會有點尷尬 然後反正待會兒先見面的時候 看看感覺再說吧 嗨 妮娜 妳好 妳好 我是妮娜 不要這樣 不要這麼尷尬 就它很像一顆太陽 一見面 它就直接先給我一個擁抱 然後說天啊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的感覺 就有點傻大姐的感覺這樣 很可愛 但是就放心了 因為覺得這樣子的女生 一定很好相處 其實我們不是初次見面 之前在 我在代班大學生的時候 我們就有結束了 那妳真的記得我嗎 我坐在台下 我記得 真的記得我 我一開始名字我不記得 然後後來我就看了 我就看覺得很眼熟 後來我知道再看一下 原來是大學生的班底 那我就說那我知道了 我被記得了 我兩年的通告 還是沒有白上的 其實我們有遇過幾次 一次而已嗎 其實我國小的時候 有在我看了 好 我們準備出發吧 好 我們可以出發了 好 我們check in完成了 剛剛遇到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就是他問我們說我們有沒有簽證 其實呢 我們要去越南的復國島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呢 全越南只有復國島 對台灣是免簽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不需要簽證 但是因為我們要在胡志明市轉機 所以呢 這裡就要教大家 如果你要去復國島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最好可以把你每一段的機票 都先全部印下來 然後你要讓他們知道 喔 你是要去的是復國島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 越南呢 你在胡志明市的時候 如果他們要跟你要簽證 就可以讓他們知道說 喔 其實我們是要去復國島 欸 你不知道這件事情是不是 喔 對 所以呢 剛剛那個就是 疫情也有跟我們確認一下說 如果因為復國島是免簽 所以你一定要有回程機票 要讓他們看到 他才知道你會願意回來 所以這也是教大家 不然你到那邊以後突然 人家跟你要簽證 你就會很慌張 想說我會不會被遣送回來了 不會的 就先把資料準備好 就可以安全的抵達 好 走吧 給你 現在來動物園 就一定要跟可愛的動物拍幾張照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好可愛 好暖喔 而且它好香喔 很香 幹嘛 這一刻太棒了 那我竟然可以摸到小獅子 拿一個很像龍鬚糖的東西 然後淋巧克力醬 好吃嗎 這就是龍鬚糖的物物 椰子跟龍鬚糖好搭喔 他們的熱狗堡跟法式 我覺得這個熱狗長得很不一樣 我跟你講 台灣一定要把熱狗堡 改成法式麵包太搭了 我們這趟選擇搭乘越南航空前往復國島 先從台灣做到胡志明市再轉機 復國島是越南最大離島 面積大約是兩個台北大 因為海島的風光美好 曾是王公貴族的度假勝地喔 近年來越南政府積極推動各項觀光建設 各式度假飯店興起 讓復國島有著越南小馬爾地夫的美聲 成為近年來海島旅行的新興勝地 我們終於到了 但是 下雨了 下飛機的時候 看到外面好像有一種狂風暴雨的感覺 怎麼回事 而且剛剛有一個旅客還在追帽子 妳有看到嗎 我們剛剛還搭 我們剛剛搭接摩車的時候想說 我們真的是到了一個 陽光海島國家嗎 對 是熱帶的國家嗎 大雨中降落然後感覺好像是颱風 心想說 在台灣那個颱風真的吹過來了嗎 像颱風 完全是颱風過後 我傻眼我想說 我的美麗的海灘 我的貴婦行政 沒了 所以說復國島呢 這邊好像是五月到十月的時候是雨季 其他的時間呢就都是旦季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九月嘛 剛好就正好在這個雨季的時候 可是我剛剛看飛帳也滿多遊客的 對 很多滿滿的遊客 表示應該就算是雨季 這裡還是有滿多可以玩的吧 希望我們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有什麼感想 我們兩個是有陽光的就好了 樂觀 走 沒關係 就是我們兩個還是要像晴天一樣 就是一樣開朗就好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有它在 我還是不然這樣都會很開心 你們天氣預報五天全部都是下雨 我想說鬼了 陽光沙灘沒了 那我們這五天在這裡要幹嘛 就很緊張這樣子 但是呢還好隔天就出太陽了 就有得到我心目中想像的陽光沙灘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一個呢 是富國島最大的動物園 富國島應該只有這個動物園吧 越南最大的動物園 是越南最大的動物園 不只是富國島 對 聽說這裡的佔地面積是台北目障動物園的 兩倍大 而且它好像有可愛動物圈還有野生動物園 妳來動物園妳最想看到的動物是什麼 最想看到的動物獅子 我也超愛 我很愛貓喜的 我也是 其實妳有貓嗎 有 我養一隻狗一隻貓 動物就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我覺得人在不熟悉的人之間 我們都會一直尋找很多彼此的共同點 然後從共同點就可以延伸很多話題 聽說我們待會兒好像會走不同路線 我們要分開了 對 我們就看誰先可以找到獅子 不過我們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動物園呢 是大家都推薦來富國島一定要來玩的 而且它在TripAdvisor好像也都是前幾名 推薦就是必來行程 那我們待會兒來看看 我們誰會最先找到獅子 好 那我們先去看 走吧 就我們就開始有一些較勁的話題這樣 因為是貓戶 我們就會很喜歡獅子的毛筆之類的 然後兩個就有說我們要誰先找到獅子 我們要去蒐集我們喜歡的動物 牠們在唱 牠們在唱 雞娃娃之歌 雞娃娃之歌 雞娃娃之歌耶 雞娃娃之歌耶 這首歌是娃娃嗎 對 對 要躲光嗎 好 這 這 這動物我們去 這都做早餐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去看動物了 差不多 然後 謝謝 謝謝 我已經累了 我已經累了 不是要直接去看野生動物吃嗎 走上司機的位置 對 我等一下 然後來開車 好 我們準備好了 直接坐副駕 你夠吧 你們快點上車 走了 出發 拜拜 我們看動物去囉 因為這個動物園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跟媽咪呢 現在就分開 才可以多介紹更多動物給你們 然後呢 現在第一站就是 我要來領大象的食物 我要去餵大象吃東西 謝謝 裡面有 甘蔗跟香蕉 可能熱帶的國家動物園 牠們都比較有活力一點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哇 好期待喔 我一定要跟很多很多動物拍到照 然後先要一下 哇 好可怕 我應該要給直的還是給橫的 直的嗎 給你 哇 好吃嗎 好吃嗎 你說好吃 我再 你說好吃 我再給你 完了 牠 牠看起來很生氣 牠看起來很生氣 我記得啊 我小時候 就是有做過大象 然後坐在那上面 然後牠們的皮 超級超級無敵 硬的 就是一個很堅硬的動物 你知道 女生來動物園 就一定要跟可愛的動物拍幾張照 所以牠們現在都在我的身後 來 看我 哈囉 哈囉 大家 看我 牠們沒看我沒關係 就是換腳動 好可愛喔 在這個珍珠島動物園呢 牠的門票大概是六十萬的越南盾 好像算台幣大概就是八百多塊 大家會覺得好像有點貴嗎 其實沒有 因為這個動物園有這麼大 牠不只有像我們可愛動物區你可以參觀以外呢 牠每一個區域都有動物表演 然後牠有一個很大的野生動物區 是你可以坐著遊園車呢 感覺動物就走在你旁邊 那我呢 在這麼大的園區裡面要挑什麼呢 野生動物呢 可能有點太激烈了一點 我先挑一個可愛動物可以餵食好了 我照著地圖走到長頸鹿衛食區 結果卻走到一間餐廳 到底是我要餵牠還是牠要餵我呢 其實不是 這是一間非常酷的餐廳 因為長頸鹿就在我們的旁邊 所以呢 牠會給我專門可以給長頸鹿的食物 你看到我嗎 來吧 嗨 你來吧 好嗎 謝謝 謝謝 再一次 長頸鹿真的是一種 非常優雅的動物對不對 謝謝 所以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一邊用餐 然後一邊享受長頸鹿衛食 在我們身邊呼吸 好啦 可是我蛇我的概念 牠以前想要吃耶 可是我餵不到牠 因為牠太長 妳等一下 妳等一下 Hold on 感覺呼氣很好 一隻呼氣 牠會不會吃我的貓 OK 我要喝 所以總之你走過這個長頸 感覺到耳邊有人在輕輕地呼氣的時候 記得回頭給牠一個 烏波 身為一個動物界的小公主呢 要大家怎麼拍出好看的照片 因為正常如果是 遊客的話就會這樣 離牠很遠 然後比個讚 就媽媽最愛比讚這樣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要拍出可愛的IG照呢 就要像這樣 把食物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這樣 再往上 來 來 抱住一個三條線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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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來 再來 你要 被搶走了 來 來 再來 再一次 來 來 好可愛 太可愛了 牠直接跳上來耶 天啊 我該不會是動物界的一個什麼 小公主之類的吧 好可愛 好嫩喔 而且牠好香喔 很香 很香 你去過很多的動物園呢 牠們都會有可愛動物區 但是呢 你在可愛動物區呢 你看到的動物 可能是你可以近距離看牠們 可是牠們會在圍欄裡 牠們會在籠子裡面 但是這裡的可愛動物區很不一樣喔 牠們圍了一個很大的圍欄 但是你在這裡可以看到 動物們自由的走動 就在你身邊 你可以為牠們 你可以摸摸牠們 而且這裡的可愛動物區 有大力 其實別的可愛動物區 絕對不會有 但是超級可愛的動物喔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嗨 可以嗎 我們剛剛在大門口啊 一路經過這些泳池呢 遠遠的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海灘喔 你走了快五十分鐘 走不到 但是這樣子其實算是現在很紅的 無邊際游泳池 真的看不到盡頭耶 要不要挑戰從這裡走到那個盡頭 結果你們一定要搭飛機回台灣了 我還在走 這裡太大了 offers 重量 在飛機回母帳 幹嘛 這一刻太棒了 你的畫畫 ghost 哈囉 來這邊 他說 天啊 我居然可以摸到小獅子 謝謝閨蜜愛妳行 這是我人生中的 離獅子最近的時候 好可愛 100分 掛完動物園我就覺得 因為我心目中最愛的動物 就是獅子 老虎類 因為我很喜歡貓科動物 然後那個時候看到小白獅 然後還可以近距離接觸 然後牠還跟我撒嬌 然後心中完全融化 我覺得這也是 我人生中的 Rock moment這樣子 可以嗎 我可以跟妳合照一張 為了跟她合照 跪在這裡 我們來看鏡頭 來 妳看 看鏡頭 我有看到牠靠著我的頭 你看到嗎 我要哭了 感動 這裡需要幫我 保持一個媽咪的哭臉 因為我馬上就看到獅子了 然後媽咪就完全沒看到獅子 還有牠旁邊很難過 這一刻太棒了 不要抱牠 抱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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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哭了 開心哭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獅子很特別 牠是白色的耶 我第一次看到白色的獅子 然後剛剛導遊說 牠真的是皇室 牠們貴族自己配種配出來的 所以牠們是白色的 牠們非常有活力耶 剛剛還看到牠幫那個 小獅子在舔毛 然後牠還跟小獅子 在互相的玩耍 就是畫面非常文型 然後我剛剛看到牠大概 妳有看到嗎 那裡有一團 很多很多一團這樣圍住的 那一團全部都是小獅子 然後牠們這樣睡在一起 超可愛的 我等一下要把牠們拍下來 然後去炫耀給媽咪 嘿 有 完成 雖然很小 雖然 這是我的人 這是獅子 沒關係 今天我要放大 我還是有跟獅子拍張照 那我還要去炫耀給媽咪看 媽咪 我來了 我來了 好 慢慢來 來 慢慢來 呃喔 沒有了 怎麼辦 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動物園很好的是 牠讓動物跟我們的感覺很近 因為我們去很多動物園 你就想說 你是看到的都是 關在籠子裡面的動物 結果這一趟 我覺得我好像 幾乎沒有看到動物 被關在籠子裡 因為 我知道牠們有一區是野生動物 我們去了可愛動物區 我們去餵長頸鹿 牠們就是在我們旁邊 然後你可以餵食 當然是餵屬於牠們的食物 不是隨便的食物 然後你看到像是 動物園的保育人員 牠們抱小白石出來 或者是牠們在表演的時候 抱著猴子啊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動物跟牠們是很親密的 你就知道牠們在這裡對待動物 跟牠們的情感是很好 所以這些動物 對我們也很友善 牠也不會害怕人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友善的動物園 就非常非常的療癒 所以你剛剛摸牠還是可以 有 牠感覺後來 跟我有一點感情 真的假的 因為牠有走過我旁邊要翻肚啊 牠要翻肚了 那牠會像媽咪一樣 有那個咕嚕咕嚕咕嚕的感覺 好像沒有 但聽說獅子應該會有 因為剛剛周遭還有一些人 所以好認識 好可愛喔 超級可愛 好啦 待會再去摸我的手 有一點 有一點感覺 感覺到 獅子的味道 獅子的味道真的會 應該是羊跑高 好死喔 會羊味 牠就拿著牠的照片 很興奮跑過來說 你看我拍到小獅子 真的超可愛的 然後我就叫牠把照片都傳給我 然後 你知道有一張照片是小獅子 然後有牠的手 然後牠的手有牠的指甲 然後我還發IG 就覺得哇 我有一張 媽咪的手跟小獅子的照片 然後就覺得我們因為有喜歡貓 然後喜歡動物 然後有更多的交流 就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妮娅牠對於表達情緒 跟感覺都是很直接的 因為這個直接就 很容易你不會想要用面具去跟牠相處 你可以很卸下心房 然後不管是打打鬧鬧 然後牠也不會太在意很多小地方 跟超可愛的小白師說了再見之後 來海島度假最不能少的 一定就是到度假飯店放空 這個富國島五星級度假村 是由相當知名的 國際連鎖飯店集團 諾富特經營 飯店設立了三大泳池 以及有著不被打擾的私人沙灘 地理位置也相當的方便 附近就是熱鬧的市中心 距離機場也很近 重點是價位非常划算 最便宜的房間一碗只要兩千多塊台幣 就能入住 台灣同等飯店的費用 可以住這裡連住好幾碗 富國島果然不愧是度假天堂啊 洞原曬了這麼久的太陽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高級飯店 我們要來好好的休息一下 五星級的度假村 對 這個飯店呢 它距離據說富國島最大的夜市呢 很近很近 二十分鐘 然後呢 距離機場好像也很近很近 十分鐘 你的數字記得很好 因為距離機場十分鐘 我們可以玩到最後一刻 對 然後呢 再出發 前一天晚上還可以去夜市 吃到飽 喝到掛這樣 回來 我們現在呢 要進去來看看這間飯店 到底製作單位 會給我們什麼樣的驚喜呢 好期待喔 到這裡就走不過去了 所以那大廳一走進來 就會有三個泳池 對 要一路經過這些泳池呢 遠遠的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海灘喔 所以你可以從大門 直接一路走走走 然後游個泳 就通往海灘就曬太陽了 但是事實上 我們要從這裡繞過去呢 還要花很長的時間 你就知道這飯店有多大了 在這飯店一check in 就是你一到櫃檯玩 還可以差不多可以開始脫衣服了 還不錯 然後從這裡一路這樣游下去 走到沙灘這裡還有游泳池耶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游泳池 不是海灘 我們看到的不是海灘喔 是游泳池 是在一個游泳池 但是這樣子其實算是現在 很紅的 普遍界游泳池對不對 所以就是你感覺跟海連在一片 好美喔 然後我們下去看看 而且要當球箭耶 好美喔 超級美 我發現這個海灘非常的長 沒有盡頭 對 這間海灘呢 據說就是復活島最長的一個海灘 就叫做床潭 一點都不意外對不對 對 它就叫床潭 全民是覺得很容易 真的看不到鏡頭 就你不知道它的鏡頭在 你要不要挑戰 從這裡走到那個鏡頭 也不是 三天後再來接你 我只是來度假的吧 結果你們已經要搭飛機 回台灣了 我還在走 光是外部設施跟沙灘 就已經這樣寬闊舒適了 真的好期待房間裡面喔 走了 沙灘要回房間了 沒錯 希望朝天也沒有冷氣 覺得很熱對不對 要吃吃看嗎 它是水果的 芒果加火龍果 聽得到我說話嗎 什麼 芒果味好熱喔 好酷 他們的熱狗寶真法式 我覺得這個熱狗 我長得很不一樣 我跟你講 台灣一定要把熱狗寶 改成發式麵包 太大了 好涼 有冷氣 有客廳 好大 這有符合妳要的景觀嗎 有 就是妳要 好 結果映入眼前是一張貼紙 電影看太多了 對 它就是排景 剛剛發現一件事 這上面有機場到飯店的接手 對 因為這裡離機場很近 其實妳根本就可以預約飯店 然後一個禮拜行程 然後機場把妳接過來 妳也不用就是有任何的計畫 妳就躺在這個飯店 不必享受 因為它的 它其實一個晚上好像是 就大概台幣大概 6千9左右 然後妳可以享用它的 下面的游泳池 還有花的景象 還有沙灘 還有碳真木 對 好散溫暖 對 都可以 妳都可以免費吃 不用買 那麼窮好大喔 看來今天我們兩個要 媽咪一起睡頭一到 妳怎麼這麼優雅 在這個五星級渡假村小座休息之後 我們要去鄰近的富國島夜市 解決晚餐啦 富國島夜市是早上最大的夜市 早上則是居民的菜市場 聽說這裡的小吃不會有雷 吃什麼都很好吃 想要了解一個地方的飲食文化 從夜市開始就沒錯啦 逛夜市囉 因為這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這裡是富國島最大的夜市 不管是當地人是觀光客 都一定會來的地方 對 可能每天都會來這裡報到 吃好吃的 我看到這裡有一個攤子 它全部都是白白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是椰子 來東南亞一定要吃椰子 一個兩萬 一個兩萬 這麼快 一個兩萬塊 不會啦 台幣26塊 可以接收26塊好了 OK 一萬 那我們點一個吃吃看好了 它就一個看起來很像 蝦餅的東西 然後它上面就放滿了椰絲 記得它現在在 蝦餅上面有 拉一個很像龍鬚糖的東西 是不是 對 是不是很像龍鬚糖 然後淋巧克力醬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龍鬚糖 你先吃一口 好吃嗎 這個就是龍鬚糖服務 真的 我喜歡這個耶 椰子跟龍鬚糖好搭喔 因為它的椰子是非常有嚼勁 因為是一絲一絲脆脆的 對 這個椰絲 然後龍鬚糖是會融在那個椰絲上面 所以會脆脆 然後又黏黏軟軟的 口感很棒 我沒想到龍鬚糖跟椰子 是可以這麼多搭 就它那兩塊餅 其實是沒有味道 但是當你配上龍鬚糖 黏黏的 甜甜的 然後配上椰子餅 脆脆的 然後再配上那個餅乾 太完美了 我想把它學下來 然後帶去台灣賣 有一個 日昕 我一直在摳 摳是什麼聲音 對了 而且兩天在跳進了 家裡好大 要吃吃看嗎 它是水果的 芒果加火龍火 它看起來弄火 它會很用力耶 它看起來弄火衝天 你聽得到我說話嗎 什麼 我聽不到 浮誇惡人組這樣子 然後把它抹平在那個上面 它現在變成療癒的 少女喜歡的粉紅色 所以它就會變成 一個一個的冰淇淋圈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好特別 對 芒果味好剩 好吃 對 它很紮實 我知道為什麼它一直這樣攪了 因為它會讓冰變得很紮實 它就讓你直接看到 它有新鮮的水果在裡面 它直接剁給你看 然後把它融成冰 因為我們想說做冰淇淋 都是要丟進一個機器裡面 一直搶 攪得軟軟的 人工的冰淇淋機 對 就是這個概念 還滿好吃的耶 它的煎餅好漂亮喔 有花紋耶 然後它是放蛋 所以它的餅皮像蛋餅 對 其實就是一個蛋餅 這個不知道是 甜辣醬還是番茄醬 我幫你夾一下 應該是番茄醬 是番茄醬 好脆喔 噢噢 好脆喔 吃起來其實是蛋餅對不對 可是 紅蘿蔔味很濃耶 它裡面的菜其實都 還有一點點深深的 沒有完全超熟的 這可能是他們當地很 很特別的香腸 因為我剛剛 圓圓我們在走外間 看到很多人在這裡買 它這邊還有賣熱狗耶 他們的熱狗寶是法式 對 它是把那個法國吐司 長棍把它切一半 我覺得這個熱狗長得很不一樣 對 它是香腸是不是 這邊還是香腸肉 不是美式的那種熱狗 不是美式熱狗 是香腸 有點台式香腸 對 然後它的那個法國麵包 非常有嚼勁 強烈建議台灣 可以把熱狗寶的基底 改成法式麵包 妳建議Favor嗎 也對要勁 我跟你講 台灣一定要把熱狗寶 改成法式麵包 太沙了 這是什麼 這是地瓜嗎 對啊 不是 有點像小糯米糰 是糯米糰嗎 這補血糯米糰 太好了 這是什麼 這是中鯉糕 中鯉糕 中鯉糕 這是中鯉糕 這是特產 中鯉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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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都是嗎 不一樣 就是中鯉糕 中鯉糕 中鯉糕 有點像 八糕 對 八糕 發貴 沒有看起來的這麼Q 看起來滿Q的 那 吃起來也像八糕 對 有點八糕 棒蛋糕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對 因為它的顆粒比較大 然後沒有那麼Q 很綿密的發糕 對 然後它不會到非常的 但它的椰子味很重 可能因為上面有加椰子 那我們試吃看這個 好 這個圓的 中鯉糕 有點像地瓜球耶 看起來 它比較QQ就這樣 基本上兩樣東西的味道 是一樣的 對 可是口感不一樣 對 我最喜歡的食物 我其實還滿好奇的就是 我一直以來真的跟我們吃到 那個棕櫚糖跟那個棕櫚果 因為在台灣 我只有聽說過棕櫚糖 然後我沒有直接的吃過它 只知道會把它們拿來做糖 然後代替一些非天然的糖類 結果這一次還直接吃到 它本身做的那個糕點 我覺得很特別 還滿好吃 其實我喜歡這種QQ的 這種 在夜市品嘗過在地美食 富國島特別出名的料理食材 就是胡椒 大家都說 如果來富國島沒買胡椒 就太可惜了 這次我們特別選了一個旅遊網站 評分第一名的景點 胡椒農場 這裡除了可以體驗 採收各式胡椒 當場自己研磨 還有自己的啤酒廠 每次釀造35天新鮮啤酒 不含防腐劑 只有供應給鄰近地區的商店販賣 算是富國島的限量版商品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 只要看它看起來像是個荒野 其實它也是Trip Advisor 介紹非常需要來這裡體驗的一個地方 那這裡它其實是一個胡椒園 我們來到的這個地方 有點像是一個體驗的農場 這裡好像是當地的青年 對 他們幾個年輕人 他們想要有點像是 讓旅客可以了解富國島當地的文化 所以他們在這裡做了一個 有點像大家是可以免費來體驗這邊 然後看看這裡的胡椒園 他們好像還有提供結合啤酒 可以在這裡喝啤酒 他們好像有 自己釀瓶啤酒 有料理可以搭配 對 然後他們還有採胡椒 想說為什麼是胡椒 然後我一看才發現 胡椒是富國島的名產 然後瞬間就覺得 那合理多了 就是要體驗一下當地人的那些 我其實還滿期待 因為我從來都不知道 胡椒是什麼種出來的 就很好奇說 胡椒園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想說走進去會很嗆嗎 從來都不知道 胡椒長這個樣子對不對 我第一次看到胡椒本人 就本樹 其實我也是 原來它這麼大棗 而且這裡很多很多 然後你看到 好大顆喔 它其實就在這個樹上 綠色 對 長得很像一串一串 適合的葡萄 對 可是這個胡椒呢 它是還沒有成熟的 對 好像成熟了以後 這邊的胡椒 它就是會 是紅色的 其實綠色的 它們好像也會摘下來 好酷喔 好像 啊 你想 這一顆嗎 它比較軟是不是 你捏碎了嗎 嗯 捏碎了 有味道嗎 好味 嗯 捏碎了 有味道嗎 草味 你怕辣嗎 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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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辣 可是 就是很濃很濃的草味 然後結合 很濃很濃的胡椒 所以真的有胡椒味嗎 很特別耶 他們說他們會用這個 來入菜 但是呢 紅色的他們就會拿去曬乾 再研磨再處理 為了讓我可以好好講完 我決定講完 再來看 再來看 我來品嘗這一顆 因為 旁邊已經在 我的旁邊噴火了 好辣喔 它那個胡椒的味道 會從喉嚨這樣串出來 很胡椒耶 對不對 就是 草味結合 很辣的 吃會從體內 這樣整個這樣 散發出來的胡椒味 因為我們平常 應該不會自己去咬整粒的胡椒 真的很辣 好辣 那個沒有熟的胡椒 一吃下去想說 還好就是普通的草味 結果它那個辣是從 就是它下去之後 它是這樣一路這樣 辣上來 但是很香 因為其實我這個人 是不怎麼吃胡椒 然後也不怎麼吃鹹的 可是我覺得富老的胡椒 非常好吃 現在擺在我們眼前就是 剛剛說 可以給我們品嘗的一些 很特色的 應該是創意的 品嘗胡椒的方式 對 然後我們前面這一盤呢 蘋果 對 它是還沒有熟的 單吃會很酸 你吃吃看會嗎 還需要咀嚼 會嗎 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剩芒果 就感覺很深 然後它這裡 它準備了兩種胡椒鹽 一種是 有辣的 一種是不辣的 然後你可以沾沾看 這個是不辣的 好 你讓我沾不辣的 就先叫別人吃了吧 好特別喔 芒果加胡椒鹽 它這個好像就只有胡椒跟鹽巴 酸酸鹹鹹 不會辣嗎 這個 這個不會辣 還滿鹹的 但是 很香 好特別喔 它好像有加一點鹽巴 不是單胡椒 胡椒加鹽巴 對 它是胡椒加鹽巴 因為它那個 芒果你單吃會有一種 很輕的那種 深的味道 但加了胡椒那個嗆味 意外的很辣 很辣 這個他說是有加 大蒜 辣椒 對 就是會產生那種反應 大蒜 辣椒跟鹽巴 所以吃的時候要小心 好 我們在你回覆的同時 我來介紹一下 胡椒這個東西好了 這裡的胡椒有三種 一個是紅胡椒 黑胡椒跟白胡椒 然後在這裡的是 用不同的價位來分 最貴的是這個白胡椒 再來是紅胡椒 再來是黑胡椒 然後我剛剛才知道 原來它們都是 同一種胡椒 我本來以為 胡椒是不同品種 它會不同的 是不同的 對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胡椒串 原來它們 像我們有看到 小小樹跟大大樹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大大樹 它是要三年才可以 長成大大樹 然後三年之後呢 還不會解胡椒串 還要再等 等它解出胡椒串以後 你就看到我們剛剛上面 都是一串一串綠色的嘛 然後它有一些會變紅 有一些不會變紅 對 原來不是變紅的 採下來 它就是有一些紅 有些綠 還沒熟 都還沒熟 因為它可以採收的是 一月到三月 這裡最熱的時候 然後不是雨季嘛 所以它們才可以曬胡椒 了解 所以它長大之後 一串會有紅色跟綠色 對 然後呢 然後再挑 綠色的就會拿來做成黑胡椒 紅色就是紅胡椒 那白色呢 你猜 等一下 你剛剛說白色最貴 那我要吃最貴的看看 你確定喔 你一邊吃 我帶來一邊解釋 白胡椒怎麼來的 好 妳解釋 白胡椒為什麼最貴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紅胡椒跟黑胡椒 它們都有皺皺的皮 可是白胡椒呢 它就看起來很光滑 因為它是把所有的胡椒 泡到水裡面 然後那個過幾天後 它的皮就會 因為吸了水 皮就會散開 所以它是脫皮以後的胡椒 所以它多了一個工序 好吃耶 好香喔 香味為了不同的味道 我現在整個鼻腔這中間 全部都是那個胡椒的香味 而且不會辣 像這兩個有皮的 你一咬下去會有一個腔味 剛剛那個紅胡椒就很辣很嗆 但這個完全不會辣 而且很嗆 它的嗆味是 它的是在後面 然後整個很強 就會覺得整個 整個嘴巴都充滿著胡椒味 我覺得第一個看到 原來胡椒樹長這樣的時候 心裡就會很訝異 然後我們有品嘗了一顆一顆 在樹上的胡椒的味道 然後到這些在那裡 推廣胡椒的這些 請你們跟我們介紹 原來胡椒的品種 然後都是同一個 他們是怎麼製造出來的 去了解這些過程 想說又長姿勢了 我車外景最喜歡的就是 可以透過這樣的經驗 然後得到很多新的想法 跟新的資訊 但這裡還有一個更特別 也是妳買不回去的 對 就是他們這裡有 當地自製的啤酒 然後他們的啤酒廠 有多當地呢 大概就是走路可道 就在那邊而已 然後他們好像很近 因為他們都沒有任何的 就是幫助劑 對 加工 所以他們就是35天 熟成的啤酒呢 你就把它把它喝掉 然後沒有辦法帶去 所以這沒辦法賣到其他地方 因為它沒有幫助劑 它甚至沒有辦法賣 離這個圈子太遠的地方 這個村子 對 就只賣布禁的店家 然後非常親切 所以來這裡很划算 所以我可以知道 聽說打開它會有一個驚喜 妳要跟我一起打開它嗎 開香檳的感覺 好 它會出到它不會飛 然後我們要來那個倒啤酒 倒啤酒 好 對 要比賽看誰的啤酒 泡泡倒得少 對 妳會發現要有很少泡泡的時間 我有獲得一個那個 很難的事情 什麼 你有高手相助 全部到完 我沒有高手相助 要到馬 我要這個 好 妳寫我贏了 妳好 我有練過我 妳進步了 因為我那天 我跟妳的啤酒都是泡泡 後來我們助理有教我 有一招就是要把杯子傾斜 好厲害 好 喝來乾杯喝喝 這個是 大概會是我這輩子 喝過最新鮮的啤酒 三十五天 都是泡泡的 還有一個 對 多多一點 有一個清清甜甜的感覺 這真的很好喝 是嗎 妳喝 妳對此有研究 我很喜歡小酌 怎麼覺得她每次問到都是這樣 妳喜歡 就很喜歡自己在家裡 然後開一個你知道 開個酒 那妳給這啤酒幾分 超好喝 台灣的啤酒我覺得很苦 如果是我覺得不會苦的話 除非是那種有額外添加 比如說蜂蜜啤酒 蘋果啤酒 就是一定要額外加東西的啤酒 我才會覺得是好喝是甜的 可是這邊的啤酒 它完全沒有加任何的蜂蜜 任何的調味料都沒有 就是麥子直接釀出來 就這麼甜 我覺得很神奇 必須得帶你進台灣 不錯耶 結果我們這一集 都是在推薦越南的啤酒 沒有 網友留言 這裡是胡椒園好嗎 他們多愛喝 這裡是胡椒園 對 就帶大家了解一下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我們也都長之適合 沒錯 非常適合當伴手藝 然後大家要記得 白胡椒比較貴 所以大家如果在外面 看到白胡椒 要多吃一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跟 就是會等於是 如果你今天要來復國島旅行 然後你只是純度假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 去體驗這裡當地生活的 一個很好的行程 因為我們每一天吃的東西 都不知道它從哪裡來吧 你每天都吃胡椒 可是你不知道原來 胡椒是這樣 不知道什麼分類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 因為他們也是開放免費 讓大家去了解他們的文化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棒的行程 然後我也滿推薦的 來復國島這幾天的旅行 吃得開心也玩得開心 但是也真的曬了不少太陽 在復國島有很厲害的泥漿溫泉 聽說泡完後 皮膚會瞬間變得滋潤孤溜 我們就在這好好泡個夠 把這幾天曬得保養回來 你有發現我們現在 踩在地上的石頭都是 愛心嗎 是的 好浪漫喔 我們兩個人今天 就要在這裡共浴 共浴的意思就是 一起泡溫泉而已 比較緊張 好像有點失望 對 但這裡的溫泉很特別 它是看不見裡面的 因為它是泥漿溫泉 現在已經看到 我們身旁的這一攤 非常地泥漿了嗎 混濁 非常的混濁 可能不會有想像真的有氧 這是手不見五指的那種 但其實我覺得 在我們走很多路之後 泡這個還滿舒服的 為什麼我泡這個 我會想到起司鍋 我想得好好 起司鍋 起司鍋就是這麼的濃郁 可以喝一口嗎 我可以喝 我聽說火山泥敷臉也非常好 我以前好像有用過 妳要試試它嗎 就現在嗎 也帶來這麼多天的太陽 我幫妳好了 要剝一點脖子 我們就先不要互相這樣 快先互相看 所以如果要 有啦 摸起來會覺得 好滑喔 對不對 好滑喔 摸摸看 還在摸嗎 有啊 你知道我剛剛在外面的大廳 發現什麼嗎 它那邊的電視牆 韓國的EFID有來過 真的嗎 你知道嗎 Honey 就韓國很有福 他們的團體有來泡過這個 所以這個是很有福的 這一定是當地非常有福的 就是他們有一個流程 好像我剛剛看那邊有指示說 他們比如說 先衝衝找換衣服以後 會在這裡泡個15到20分鐘 然後他們再上去 可以帶著渾身的泥巴 很優雅的坐在那裡 享用他們的點心 確定 他們有讓我們先沖洗自己嗎 應該是 應該是要先 就可以跳進旁邊的游泳池 用清水沖洗一下 然後就可以去旁邊 那邊有可以沖洗的地方 享受貴婦的生活 對 他們很貼心的 有水果什麼的 可以在那裡看看海 然後享受一下 你皮膚已經變得很滑溜 泡完淋漿SPA後 這裡跟台灣的美容院一樣 會提供小點心跟飲料 不過在台灣是在店裡面食用 在這裡是在美美的海灘 搭配海景享用甜點 真的是海島度假限定款SPA療程 果然不一樣啊 這裡不是一個單純的 一個SPA的地方而已 它還有一片屬於自己的海灘 對 然後你泡完了拿著下午茶 來海邊吃 我們是貴婦耶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等著夕陽日落 對 然後吃著我們的水果 以及小蛋糕 其實泡完泥漿溫泉以後 我覺得皮膚真的有比較滑 那你覺得我們有變白嗎 我覺得經過了這個下午茶 我們應該都會變得更黑 現在正在襲曬 媽咪好老實 我還以為你 瞬間變白可能不太可能 有 你有稍微變白一點這樣 我戴著墨鏡 可能看起來有點綠也黑 就會看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泥漿溫泉 還是我們在富國島 滿推薦的一個行程 對 一定要來試試看 經過這幾天 我覺得我跟媽咪的感情 有從這裡到這裡這麼多 就是你們可能就知道 我講話就會有點笨 然後沒有在用大腦思考 就很常問一些很笨的問題 但是媽咪她都會 很有耐心的跟我解釋 比如說不是吧 這件事應該是怎麼樣 所以才會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跟她在一起 可以學到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還可以跟她增進感情 就很開心 可以跟她一起出來玩 Lina她雖然 很可愛 但是她同時也滿膽小的 但她在整個旅行的過程中 她也是很有嘗試 然後跟我一起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還滿 在某種程度上滿互補的 所以一起就是 沒有太尷尬的場面 過程也很舒服 然後就很開心 交了這麼一個 可愛的小朋友